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卡洛斯 自從認識了每次兩條魚一起煎 即是兩條結他一起做這個方法之後 我做結他真的快了很多 在我前面上Facebook的時候 也有同工問我 既然可以兩條魚一起煎 為何不三條四條一起煎 很簡單,因為我沒有那麼多雙方的舞具 所以就算兩條結他一起做 都只能做兩款不同的結他 因為每一套結他其實是有兩套舞具 第一套是用來壓折板的舞具 第二套是將整個結他成形 兩套舞具加起來已經是一千元 所以每一套結他我只會準備一套的舞具 就算我再添置舞具 我都會添置另外一些款式的結他 就不會買相同的 但大家可以看看我現在背後 我已經有很多款舞具 我應該有古典、D筒、OM筒 還有26吋的Euklele 而每一套還可以衍生出 缺角或是不缺角 我可以總共做八款兩套結他 如果要幾條魚一起煎 我現在最多可以四條一起煎 所以接下來我會和林Sir一起挑戰一下 四個結他一起做 看看能不能做 這次四個一起製作的作品之中 為了這個26吋的Euklele 是我從來沒試過的 我之前試過做二十三吋的Euklele 但這個是我唯一的同事所製作的 所以我還嘗試在面板上 挑剋他的姓氏 以及用紅色的蔡露露露箱 至於林Sir 他就第一次跟我做結他 所以我就叫他做回OM款 因為我之前都為阿郭做過 所以我帶著他做 就不會坐得去 之後還有兩個結他 一個是D筒的結他 另一個是我做開的古典結他 也是送給一個重要的朋友 回來看看Euklele 我這次用了馬大家斯加玫瑰木 來做貝側板 因為幫朋友做的 就用了相對比較名貴的木材 而D筒結他就打算放在學校 作為鎮山之寶 將來更有很多學生拿來彈 因為這麼粗用 我用了玻利維亞的桑托絲玫瑰木 紋理很漂亮 但價錢不貴 性價比相當高 至於林Sir 他第一次做 就選了一隻 叫做紐文峰的木材 為何紋理會這麼有趣呢 待會詳細給大家解釋一下 好 為了製作26吋yuklele 我又買了一套用來挖yuklele的帽子 但帽子似乎配合不到挖接工具 於是你發覺我用了彈弓之外 還要放多一塊板才挖到側板 但不要緊 解決問題成形就可以了 至於用在yuklele的內邊條 是跟結他不同的 你看是不是窄了很多 但用邊條來鞏固執板的方法也是一樣的 輪到鎮山之寶 這塊玻璃維亞的桑托絲木很特別 有一塊是有一塊白色的 於是我就切了它出來反轉來裝 用來做一個尖角的缺角 好了 講到林Sir的執板了 剛才我講過了 這種木材叫做紐文峰 其實紐文峰的正式學名 應該叫做沼澤峰木 而它上面的柳紋其實不是蜂木的木紋 是因為在沼澤中受了真菌的入侵 所以形成這樣的黑色線條 但如果真菌入侵不久 線條就不明顯 入侵得久 木材又會腐化 林Sir曾經嘗試用它來屈缺角 但也不成功 好了 來到四個結他貼上面板的工序了 但由於G-clamp有限 都只能逐個逐個來吧 先做好26吋哲哩哩哩 接著就輪到做鎮山之寶的D筒 來到這一刻大家看到四個同時生產結他 已經看到形態了 之後我就繼續在26吋哩哩哩的背部貼上邊條 等乾了之後再貼上背板 而另外的三個full size結他 包括這個用了玻璃維亞桑托鮪玫桂木的 41吋D筒尖角的鎮山之寶 還有林Sir用了柳文峰 嘗試去屈缺角 但失敗了的40吋OM筒結他 還有就是這個雙鏡背的跨界靚靚古典結他 都是要經過相同的步驟去完成他們的統身 大家應該看到這次同一時間做四個結他的過程 我不單止自己做得相當順利 我還可以同時教導林Sir一起開工 其實來到這裡四個結他身體已經成形 最難的地方已經過了 下一步我們就要為四個結他做他們的琴釘 指板 以於整個節拍給他 其實這部分是最艱難的 因為每個結他琴釘和琴身的角度都有點不同 所以如果調校得不好 結他基本上是不能彈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過程是怎樣的 請留意下一集 今天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律師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